我们这节课 36生肖中的老鼠 蝙蝠 还有燕子 这三个 有没有什么共同点 其实前节课已经打了 预防针了 我们这三个动物 是不是都很小 形状 是不是也都很像 当然了 它那个翅膀 有翅膀合起来之后 就这个形状 是不是速度都非常快 好 是是是 那就是了 我们古人异象 其实这个不仅印度 在中国最早五行大异 说不定是谁传给谁的 互相当然可能有借鉴影响 那就这三种动物 如果你再找出一个 符合这三个 这特点呢 好像不是太好找了 那好 那古人就这样定下来 那第一个呢 反而不是老鼠 是蝙蝠 如果从 晚上的 二十三点开始算 有的是算成零点 零点 到 早上的八点 也就是说 从一天的开始 也这个意思了 如果从二十三点呢 就算到早上的七点 就这个十段 是什么呢 是蝙蝠 很奇怪 我们知道 蝙蝠是 咒服夜出的动物 那同时呢 它 都说它的眼睛不太好用 刚好今天是戴着眼睛 实际上它视力也还 勉强 但是 因为它在空中 飞得很快 它在夜间 所以说 它这个需要的光亮呢 眼睛可能不那么太受用 那就靠什么呢 靠它 身体 这个 这个嘴巴 发出来的超声波 那发出来之后 弹射回来之后 穿到耳朵里 可见 它的耳朵是很灵敏的 那耳朵 我们知道 属这个子水 也就是说 这个子是 它 还有什么特点 对应的 这个 这个 时段出生的 子年出生的人 在这个时间 就同样有什么特点 那还有什么 它 咒服夜出 它就是 有点与世无争的感觉 是不是 所以这种人 就比较的 个性 那超声波呢 又是 它这一种 特异功能 跟世界 这种 特殊的一种 沟通 常人所没有的 甚至说 超能力 当然了 我们可以说 这种人 他这个灵感 就非常好 那说他的共性 就是 这 鼠年 出生的人 都很机灵 灵敏 都有公共的那种 老鼠的特性 很敏捷 再说 燕子 那就是 七八点钟 到 十六点钟 这个 清晨 开始 年年春天 来这里 不理不理 不理不